军武四位面 XY156星武专栏 是军武全新打造的单兵武器类栏目 不求最高深 但求最有料 今年8月份 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第四届 军队2018博览会上 展出了俄罗斯从叙利亚缴获的 各种轻武器 但是有这样一个榴弹发射器 吸引了军武军的眼球 大家看下图 眼间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这一股兔子的气息 莫非是 没错 这正是中国的QLZ87自动榴弹发射器 Q的意思是轻武器 L的意思是榴弹 Z的意思是自动武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的 87式榴弹发射器 QLZ87是自动榴弹发射器 广义上的榴弹发射器 是一种可以将榴弹或者手榴弹发射的 比手指的更远 更精确 更快速发射火器 主要是为了提高步兵分对面打击能力 也可以车在做火力支援 使用榴弹发射器 又分这么几种 手动式榴弹发射器 手动上膛 比如美国中国湖榴弹发射器 还有转轮式榴弹发射器 采用和转轮手枪相近的原理 典型的由美国的MME榴弹发射器 终结着手中的MME榴弹发射器 还有半自动榴弹发射器 和全自动榴弹发射两种 区别在于是否能全自动射击 而且半自动榴弹发射器 常常被改成狙击流 而今天的正主87式 就是一种全自动榴弹发射器 而QLZ87是35毫米 自动榴弹发射器就 是我国第一代班组 自动榴弹发射器 填补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根据名字就看得出来 这款榴弹发射器 在1980年代开始研制 87年定型 最终装备部队 左边为重型 右边轻型枪伸长度 BM16步枪 还短QLZ87分轻型和重型两种 轻型使用两脚架 用来只射600米距离上的目标 而重型夹装三脚架 可以对600到1200米上的轻型装甲目标 和人员集群进行打击 QLZ87空枪重12公斤 加三脚架重20公斤 尺寸比较小只有970毫米 要知道M16步枪都有1000毫米长 发射35成为32毫米榴弹 主要有高爆杀伤榴弹和破甲弹两种 使用破甲弹可以击穿80毫米装甲 被戏称为迷你步兵火炮 除了地面目标 还可以攻击低飞的空中目标 87是主要使用的两种代药 左边杀伤弹 右边破甲弹 87是发射榴弹出速200米每秒 最大射程超过1750米 可以选择全自动射击 或者是半自动射击 试想 战场上你提着步枪打了一缩子弹 然而 对方回敬的是一缩子杀上榴弹 而且还是用瞄准净确打击的 既然你绝望不绝望 QLZ87使用弹鼓弓弹 有六发和十五发两种弹鼓 挂于枪身下方 上方式也开阔 不影响射手观察射击 但是相比连续弹弹 弹容量偏飘 QLZ87采用的是类似M16步枪的器 吹噬自动原理 但是有调节功能 可以通过控制引入枪机的火烟燃气量 又能实现枪机自动循环 还可以尽量减少后坐力 中国人身体素质比起欧美国家来说身形相对瘦小 而且设计之时就强调能榴弹兵底尖设计 所以后坐力不能太大 而且整个发射器重量也要十分轻 美国MK19榴弹发射器 80机式轻型权重12千克 重型权重20千克 而同为全自动榴弹发射器 德美国MK19连三架架重量砸62.43千克 德国HKGMG加上三脚架也有40千克 清新QLZ87基本可以做到一个人抱起来就跑 重型地仅需多一个人扛三脚架 但是缺点也处在精致点上 因为80机式实在是太轻了 连续射击时候就会跳 所以在三脚架的前腿上有打桩口 不设发射阵的时候 必须得打入铁桩 来稳定射击时打上跳力区 红圈内的榔头 就是为了打入铁桩用的 而且为了士兵直接能抵尖射击 后坐力就不能太高 因此35毫米榴弹出速不高 相比美俄同类武器 在射程上有较大的差距 在出速方面 美国MK19为244米每秒 中国80机式为200米每秒 有销售程上 美国达1600米 中国80机式才1200米 另外比较奇葩的是握把载枪的右侧 据说为了照顾大洋角使用 所以握把设计在了侧面 很明显握持设计也十分别扭 装在右侧的握把 握着其实很别扭 尽管有缺点 但是也掩盖不了 87式榴弹巴射器火力凶猛 重量小 结构简单 便宜实惠的特点 不仅大量装备中国军队 也是中国的外贸明星 大量出口国外 所以被俄罗斯在叙利亚 交货就不奇怪了 推中某国装备的QLZ87 叙利亚战场上的QLZ87 我军装备的QLZ87 如今中国榴弹 发射器更是日新月异 如果有人问 兔子的火力不足恐惧症还有得救吗 军无军的答案是 晚期 节哀吧 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 中美两国都拍发出一款直击枪 一千米射击散步一米 美帝用了十年成功把精度降低到一厘米 兔子则成功把子弹杀伤半径 提高到15米 说的就是中国QLU摇摇之机榴弹发射器 嘿嘿 第一次感觉得变这么开心 上期最佳以及问题解析 意大利博莱塔1938是冲锋枪 独特的双短级设计 一个位全自动 另一个位单发 比起意大利人打仗都不靠谱 博莱塔1938显然好得多 今天的问题来了 下面使用气吹是自动原力的是哪个 A M16突击步枪比 MG42通用机枪飞 5次冲锋枪更多有趣好玩的局势文章 视频 图片 电影 游戏 关注中午4外面微信公众号